字幕君 你看我這是佩服我爸爸 雨已經在下這了 他去看雨一停下子他就拿樓梯 然後爬上去去撿葉子 這是榴槤的精神 來我幫你抓住 這是牛油果樹 這是羞枝 他又叫我們撿到 撿到完他 這剩下我們撤了D24的苗打出來 小心啊 下雨了 你看這裡應該是工人那天打藥打太夠力了 千萬少死到完 可是這樣子比較好 我才敢走過去你看 欸有青花 躲在那邊 有時候就是怕蛇啊有很多蛇 看不到他踩下去中咬就沒有命了 雨現在大 你看全部榴槤花了 真是很多很多 等一下我進去給你們看那個榴槤花 那個天氣很冷 冷冷這樣下雨下雨 整個試試到完了沒有穿雨鞋 我們的 金鳳在那邊 可能過幾天我再來盤 因為下雨下雨啊 這邊有個水溝 我不要過去了 太太 危險了 哇現在很冷啊 這裡現在感覺像雲頂這樣冷冷 感覺冷冷 因為它下雨嘛 它的雨水 因為它這個 雲是那種厚厚的雲啊 不是普通的雲啊 不是那種太陽曬的啊 所以現在這個雨水中 它是像沖冷水這樣 然後很多鳥在玩 我爸爸 哇爬到這樣高了 我快點去抓住先 危險了 等一下跌下來 太強了 小心啊 你看我爸爸 凡是爬過的 那個樹就會變不大 姐夫 不要撿下來的啊 撿到上面去 空空的完了 姐夫給它撿到 那個 我們那天前幾天有那個 鄧州的那個 鄧家樓 的 農業部的 局長啊 來 也是叫我們把 枝給修修修 留幾隻 他講一棵樹 留二十隻 把它養狀 有果就可以了 你不要笑太高啊 危險了 這樓梯歪歪咧 撿很多啊 這樹好像感覺突然間 好像脫光光一樣啊 你看 全部被撿到完 要捨得撿 撿了以後 它就會更快長大 現在空空這樣 夠就變很美了 小榴槤 哎唷 這樣小個 肉都沒有啊 哦 鼻子 哇 很薄哦 像吃冰皮一樣 哦 開榴槤吃哦 太鹽 有朋友來訪 吃榴槤 你看 你看 很多人跟我們講哦 中高山好像因為有霧水 可是你們看一下現在我在平地 四周圍都是霧水 全部都是霧水的 整個 哦 冷冷的那個風 哇 你看工人剛剛砍掉那葉子 所以可以走進去 你看 我爸爸砍了一棵 還要繼續砍 你看 而且現在已經沒有這樣大了 太強了 我爸爸 好啦 今天的vlog就到這邊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